聊点 觉得特好玩的 好 你俩打的时候哪好玩 我俩打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真的 真的 他的劲到底有多大 孙芮的前手拳和后手拳 但凡是直拳都非常痛 真的很痛 很痛 就是只要是他击中我 我就没有蹦蹦的时候 非常痛 乃万哪厉害 我觉得他就是特别会跑 你说对了 我真的很会跑 你知道我累死了 他就是全场这样遛我 然后我教练就说 抓他 然后我就 后来我就真的崩溃了 我第二场之后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喘气 然后人又要坚固 要打拳 又憋气 然后我还要抓他 然后他就这样满场遛我 真的抓不到他 然后我就跟教练说 我说我真的抓不到 真的抓不到 然后教练说 你堵他 全场就一直在堵他 抓他 乃万 我跟你说 乃万 你太能跑了 我很能跑 我很能跑 这也是我的战术之一 但是你知道 打完之后结束的时候 你俩那段 真的我很感动 我都有些泪目 就是因为 你想那种感觉 好像你们两个一块 经历了一件大事一样 我们俩待了半年 在一个节目里 待了半年 然后就那种吃住 你是真能吃 对 吃住 还有训练都要在一起 然后那时候也是疫情期间 就是只能关在里面 不能走这种 对 就是从我知道 我要和孙瑞打的时候 我就模拟了无数 各种各样的结果 我把我要说什么 都想了很多很多 然后所以今天 就是打完这场比赛 我就一点都不遗憾 心情也非常好 就我觉得 也没白输 不亏 然后我想表达的 也都表达好 表达清楚了 打完之后心情好 这件事特重要 就是你打完了之后不憋屈 甭管输赢不憋 是